久了 或是沒有好好保養 還是會牙齦尾縮 對 其實牙齦尾縮 是每個人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平均大概學術上告訴我們 每年尾縮0.1mm 可是累積5年10年 因為常假牙一用5年10年嘛 黑線就跑出來了 而且我覺得固定式假牙 它畢竟還有牙根在 會妝固定式假牙的人 大部分牙齒都出現了什麼 蛀牙 然後這個蛀牙 你本身可能因為這個 整個生活條件不是很好 你的蛀牙繼續還存在 你的牙菌斑也沒有清乾淨 所以它在上面套的那個假牙 不會蛀掉 它裡面會爛到根 裡面還是會蛀掉 可是我們也不太容易發現 會 你知道嗎 常常是怎樣 牙罐掉了 就是假牙掉了 為什麼假牙本來很適合我原來的真牙 就牙罐套上去 那因為你裡面蛀牙 蛀蛀蛀蛀來比較小一點鬆掉 它就整個掉了 對 這是很常發生的 因為我常常跟患者說 有時候我們夾牙好一點的材質 它相對精密度會好一點 因為口腔有個地方很特別 它24小時都有水 它猶如說你把一個金屬 你泡在一個水中 20小時把它泡著 它很容易就會生鏽的 對 所以要選好一點的材質 一般我們是說 含黃金的量越多呢 我們往往是成為越高等的 這個夾牙的材質 含黃金的量 對 往往它的精密度 就可以做得更好 就比較不會發生住的這個問題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看 異物感的部分 人工直牙沒有異物感 活動式假牙比較有異物感 固定式假牙也沒有異物感 這我們剛才也提到的 那麼清潔方式呢 人工直牙平常就是一般的刷牙 活動式假像我剛剛講的 我媽媽會把它拆下來洗 刷一刷這樣子 而且它也沒辦法用牙線啊 因為它全部都黏得住了 好 固定式假牙就是 平常刷牙要加上牙線 那為什麼人工直牙 不用再加上牙線啊 人工直牙 其實大家也可以用牙線啦 也是可以 對 有縫的地方就用牙線 然後牙尖刷牙線都可以去清 OK 好 就是因為固定式假牙 它還是會產生 這個所謂牙癮萎縮 或牙周病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齒槽骨完整的部分呢 人工直牙是完整的 活動式假牙比較不完整 固定式假牙比較不完整 這是什麼意思啊 齒槽骨完整呢 它只是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牙齒拔的時候呢 事實上從那一刻起 它就骨頭就開始在萎縮了 那前三個月呢 是它萎縮了高峰 拔牙的前三個月 是萎縮了高峰 第三個月開始呢 它就慢慢的萎縮 會比較慢的 那可是有的人工直牙呢 等於說我們常常用進肺退縮嘛 就說你有在練習你的肌肉 肌肉會練越來越強嘛 對不對 你在練習的肌腱一樣 你在登山是一樣的 肌肉越練越強 等於有人工直牙呢 我們來看這個人工直牙 你這個人工直牙 放上去呢 周圍的骨頭 是不是開始有在受力了 對不對 那其實它的骨骼 我們其實我們早期那些 都會告訴我們 它周圍的密度呢 是會增加的 為什麼 因為有在濕力 相對的比較不會有縮 所以每兩年 你去拍X光 問醫生 醫生 旁邊的密度就增加了 其實這樣你可以看到 X光周圍 看相對的白跟黑的部分去看 它就密度是會增加的 因為我們有在練習它 相對就萎縮會比較慢 對 那如果都牙齒拔了 很多的患者 你拔了多久了 我可能十幾年的 那個往往骨頭寬度 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因為開始會萎縮了 尤其又帶著活動的夾牙 有時候活動的夾牙 受力不平均 等一下這邊壓這邊 等一下壓這邊壓這邊 骨頭吸收後 有時候更不均勻 事實上呢 會造成說 這個骨頭的流失會更快 所以往往活動式夾牙 它的骨頭不完整 是非常不完整的 我們這個常臨床上 可以看得到 有些人幾乎 骨頭幾乎快沒有了 都常發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對 可是固定式夾牙 基本上骨頭也是會完整 只是唯一擔心一樣 是這個牙周病的問題 牙周病呢 它是這個細菌呢 是長在牙齒的周圍的 它會分泌的毒素 會把這個骨頭給吃掉 所以慢慢的骨頭 一樣是會流失的 所以往往有時候 牙周病的牙齒呢 即使有裝了固定式夾牙 可是它的齒頭骨 也不會那麼的完整 OK 像我就曾經採訪過一個新聞 有一個就是外籍新娘 他先生過世之後 他拿了一筆賠償金 後來他就在台灣 常常聽到直牙... 他就覺得 直牙是真的 那他要回越南去了 因為他也沒有生起來 他要回越南去了 他就去做了個直牙 在中南部的地方 可是因為他做固定式夾牙 已經很久了 也就是說他要重新拔掉 他其實條件 其實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他齒頭骨都萎縮了 可是那個醫生呢 下著 就硬是把他做下去 而且收費也不是那麼便宜 大概做完三顆也要將近25萬左右 然後做完之後呢 他發現他不只三顆壞掉 連帶旁邊的五顆全都壞掉 所以其實我覺得做直牙 一定要找對的醫師 我剛才跟黃醫師在討論說 為什麼這個做直牙的這個費用 下面要提到費用 費用會差這麼多啊 從4萬多塊到10萬都有人在做 中間差6萬耶 差在哪裡啊 主要 其實我想主要的差別在兩點 一個是直牙的這個材料 第二個就是直牙醫師的 他的經驗跟技術跟口碑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為什麼說 口碑也蠻重要的啦 有誰誰誰去哪一家 醫院給哪個醫生看過 然後他的狀況非常好 所以其實找一個好的醫師 專業的醫師是很重要的 好 Nike你的問題是 就是說以前啊 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牙齒做直牙 對不對 好像聽說最近可以用那個金屬 做直牙 當直體來做直牙 這樣用比較好 對 這是一個好問題 在於人工直牙 它還沒有完全很成熟的階段 大概快二十年前 十幾年前還有人在做 就是我們把自己的這個製齒 把它拔起來 然後呢 再把自己的 譬如說這裡缺顆牙 然後往前移 我就在前面這裡挖一個洞 把這個製齒把它擺回去 然後把它做固定 然後做抽層心做跟管 然後把它包起來 這早期有在做 不過現在慢慢的人工直牙問事 我們就不要做這個動作 做得比較少 為什麼 第一個 它要製造兩個傷口 一個是被拔的 一個是被中的 對 一個它的後續處理會比較麻煩 因為往往呢 這個被中的這顆牙呢 會跟骨頭 我們叫Ankylosis 會全部勘合在一起 這是我們比較不樂見去發生的 那往往有時候 中了又不見得會成功嗎 因為現在人工直牙成功率 我想百分之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甚至於接近百分之百 都是很常見的 只要好好去做 醫生的技術是夠的 基本上 我們就是有更好的方法 就可以來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慢慢的 我們就不做這個 自體移植的這個直牙這樣子 對 幾乎很少人在做了 所以黃醫師你剛剛講說 我們做一顆人工直牙 花的時間是 其實很快 其實現在 以現在呢 大概有一點 大概平均有一點 三個月就可以完工了 甚至於 對 進步很多對不對 對 其實三個月 甚至於很多研究 現在都大概六個禮拜 就可以把它 把它放上去了 因為這個時間會越來越快 其實 大概這五年 十年人工直牙 已經幾乎到一個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個階段 因為包含這其中包含怎麼樣 這螺紋的設計 指甲旁邊有這個螺紋 它這個螺紋的設計 包含在國外很多人 試著把自己的生長因素 生長因子把它擺上去 它會促進我們的骨頭的發育 來減少我們梗蛋的期間 這都是現在科技 其實現在很多患者 甚至於有些患者 我們會把它馬上直牙 中上去的同時 就馬上給它一個假牙 對 暫時性的假牙 對… 因為很多的就是說 我們會考量到 醫生其實我們會考量到 他患者了 他的骨頭的密度 我們稱為早期穩定度 你放上去 如果我舉個例子 今天假設我放兩個螺絲 一個放到木頭上 一個放到石頭上 放到石頭上的螺絲就很穩 我就敢把夾接上去 相當於放到木頭的是 比較軟一點點 請你等上個月後再來 所以要看每個骨頭密度 來決定那時間長短 短的話可以可能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 甚至於當天也都是 對 不過他往往要求會比較多 對 那一般民眾 對於看牙的恐懼 就是覺得怕痛 直牙大概 他的流程是怎麼樣 如果我一顆牙 這顆我要直牙的話 你會先怎麼樣處理